会能大事说的好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万法跟自信的关系是一不少 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就是信的的名字 念这一句就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一切法全念到了 一条都没漏掉 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乃至摄法算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没有漏掉一法了 这一法就是真诚 秦敬 恭敬心 念这一句名号 等于把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 一个不漏 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全 包括这其中 也是一法不漏 所以名号功德 不漏 无法想象 你想象不到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 把这个比喻做一棵大树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树根 佛说的一切法了 那是枝叶 这一棵大树枝枝叶叶 很多 为什么不相信 根子埋在地下没看见 枝叶子长在上面 那枝叶子很容易看见 你就相信 说它有根我不相信 那这枝叶从哪里来的 地上长得 地上有根不知道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那棵大树地下的根 它能生 它能长 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社佛三师佛共同一发神 那一发神就是一棵大树 如何能够体会的 体会的一分 你的一分受用 体会的二分 你的二分受用 你完全不能体会 你学一辈子的佛 不得受用